昨天咱们的走文 20年后的一天 咱们版有两个大虾 这个走文写的 我看了之后 那个悬崖是层层的往上升 现在我来赌给大家细尝一下 夹正经 20年后的一天 20年后的我 已经是一个负得溜悠的大老板 他在富豪榜的第一位 在一个傍晚 我和我的六姨泰举话 去美食街吃烧烤 在一个烧烤炭旁边 看到一个烹头垢面 一扇蓝驴 浑身恶臭的老头 膝地而坐 手里拿着一个 只剩下一半的一半的破碗 看到我们走到他面前 他抖着碗对我说 老板 可怜可怜我吧 给我点吃的吧 我已经七天没吃东西了 我仔细一看 原来他就是我现在的半主人 求老实 于是我想起 父母经常对我说 要准敬老实 于是我毫不犹豫的 逃出两个硬币 扔到他碗中 他连声对我说 谢谢大哥 我请他到烧烤炭 给他点了几块钱的臭豆腐 他急不择失 狼腿胡咽的吃了下去 吃完烧烤后 他帮我提歇 送我们上车 随后又帮我管上了车门 皮笑肉不笑的对我说 大哥慢走 来大哥站起来 用我怪大的臭吗 张远景 我站起来 你能告诉我 这二十年我经历了什么吗 这看样子 连退油警也没有了 都流浪解头了这是 那不要问了 那肯定是犯什么错误 被录下来了 或者被开除了 对吧 一个小凶妖 你还凶 我滚外边站在家 这只是凯胃小菜 后边还有一个高手 来 装总 站起来 坐在给好孩子 二十年后的一天 这天是请民节 细语纷飞 勒电脚架 你看这小痴 拽得还怪硬 路上行人欲断婚 我像往年一样 买了想煮纸钱 给伴主人去上分 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 来到伴主人的分签 伴主人语重信长的跟我说 谢谢你这十九年来 一直给我少指上分 不要迷信 要文明祭祀 我说好的 知道了 不是 这都十九年了 照你这个意思 我几年就够呛了 你还不如假正经的 那个流浪解出来 至少还活着 小凶妖 我的心倒有多大 还告诉你文明祭祀 我怎么把你带走的 小凶妖 去 给门口干了家 明天把家长叫来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领现金 小凶妖 感谢观看